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到底要送她什么东西才好啊 最近呢想要说我可以去宠物用品店看看 有没有好吃的食物啊或者是玩具 还是上网找一下 看看有没有更特别的 我想要送她不一样的东西 鲜食料理 对耶 这两年的鲜食料理真的很红哦 这样一来咪雅就不用再吃狗粮啦 而且她可以吃到新鲜的食材 就是鲜食料理啦 决定了 就是它咯 鲜食料理 亲生的主角就是我们家可爱的咪雅 三岁的牧羊犬 同时也取得狗医师的资格 常常要去户外和大家互动 不晓得我找的大厨Petty 会准备哪种鲜食给她当生日礼物呢 哈喽 大厨 你好 嘿 哈喽 你是Peggy 没错 我想要帮我们家的咪雅 做一个生日大餐哦 那老师可以帮我做吗 当然没问题 因为台湾其实就是潮湿嘛 那她在户外很容易招惹一些蚊虫 那我希望呢 今天设置料理可以帮助她 有一个比较清爽的体质 然后出去工作的时候呢 尽量避免这些外寄生虫啊 比如说跳蚤 避丝等等 然后她在工作的时候 也可以比较减少她的体味 哇 原来是可以让我们家的蜜亚 可以香喷喷喷 吃了会香喷喷的牛肉鲜酥炖饭 要准备的食材有牛肉 花椰菜 玉米笋 红萝卜 香菇 鸡蛋 青豆 高汤200cc 鸡蛋 再加半颗 还有白饭一碗 这样吃 对我们家的蜜亚来说 会不会太多了啦 我今天还有特地在为你准备了 一份人吃的料理哦 所以我今天可以跟蜜亚一起共食咯 大厨佩提好贴心哦 原来这份清爽的生日大餐 是给我和蜜亚一起享用的 太棒了 过去有观念是说 宠物不能吃人吃的食物 可是这几年观念逐渐改变 因为狗狗的饲料都含有防腐剂 和人工添加物属于加工品 长期吃下来对于狗宝贝的身体都是负担哦 建议给他们吃鲜食看看 大厨佩提说 知道牛肉鲜素炖饭 其实每道食材都有它的功能和特色 除了能够吃饱之外 而且对身体的健康也很有帮助的 对 那我们选用这个牛肉啊 来当做今天食物中的肉类的原因 是因为牛肉它还有丰富的维生素B6 那同时它也有腥可以帮助去 它去增强免疫力啊 然后去改善它的过敏的症状 第二个我们使用鸡蛋这边 好 然后因为鸡蛋呢 它也有很多的维生素A 然后还有生物素啊等等 可以去帮助它的细胞去做修复 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彩酥的部分 那豌豆的话它除了可以改善啊 它的动脉硬化的这些效果之外 它其实还富含了膳食纤维 所以其实是很可以去吃的 赶快赶快 我们要去热锅做菜咯 再拖下去 Mia和我都要饿肚子了啦 首先先爆香牛肉块 牛肉慢慢地炒出油脂 好熟悉的炒菜方式哦 诶 猪鬼人吃和猪鬼狗吃有不同吗 宠物吃的料理跟我们人吃的料理 要注意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就是等一下的话 人的部分我们稍后还会再做调味 那狗狗的话就不用了 刚刚下去煎的牛肉块飘出香味后 加入拍碎的蒜头 还有香菇切块下去炒 诶 刚刚大厨佩提不是说 要清爽的料理 怎么会加入大蒜下去炒呢 这个我比较好奇耶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使用大蒜呢 你说这个大蒜啊 我们人吃的嘴巴都会臭臭的 可是你说要清爽体质 他吃这个可以吗 当然可以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 还是希望说 可以帮助狗狗去做一些 预防体外蚊虫轻咬的一些问题 是 对 那这个大蒜呢 它其实就是里面有含硫化物 那可以就是帮助说 你吃大概 大概是两个礼拜嘛 大概就可以就是有这种趋 趋 防止蚊虫上升 对 一点效果 所以对它的皮肤来讲也是很好 你看 你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 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肉的表面 都已经越来越熟化了 没想到清爽的牛肉鲜酥炖饭里面 加了蒜头这一味 可以防止Mia不要成为蚊虫的攻击目标 有闻到蒜香 有闻到蒜香 对 OK 闻到蒜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白米饭留下来 好 直接放下去吗 对 直接放下去 然后还有我们的高汤200cc 好的 对 白米 然后以及这个吗 对 高汤 牛肉加上蒜头拌炒后 就可以加上高汤和白饭 充分搅拌均匀后 就放在锅内焖煮 趁这个时候 我要把绿色的花椰菜和红萝卜 锅这些青菜切成小小颗粒状 这么搞刚的切法呢 真的要这么做 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切一切呢 因为这样的话狗狗会比较好吃 好入口 而且对他们来说消化上也比较不会有负担 所以基本上给狗狗吃的蔬菜 我们都会希望把它切成很细很细 你看是不是料理给狗吃的食物 就像是给婴儿吃的一样搞刚呢 狗狗吃东西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 所以除了蔬菜要切碎之外 牛肉块也是一样 要仔细地切成一小小块 大概只有方糖大小的四分之一比较好 稍后我们端上成品 和米娅一起吃饭的时候 再来告诉大家 为何这样对狗狗的进食比较好哦 接下来切碎的蔬菜就可以加进去继续拌炒 来看到我们这边的餐点已经快要完成了 闻到香味之后就可以准备起锅了 大厨佩提刚刚有说 这份牛肉鲜酥炖饭 除了是给米娅准备的生日大餐之外 同时可是给我一起分享的美食 但是呢 人狗一起用餐一定要注意 要给狗狗吃的 建议不要加调味料 因为怕这些调味料的本身 含有过高的盐分 狗狗吃了太咸的食物 会引起身体的不舒服 还会诱发脱毛 皮肤病和肾脏问题 祝你生日快乐 祝米娅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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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爱的宝贝米娅 生日要快乐哦 谢谢大厨佩提的帮忙 我和米娅才能够一起享用生日大餐 口味清爽的牛肉鲜酥炖饭 看看米娅吃的狼吞胡言的样子 就知道这道生日大餐一定很合她的胃口 刚刚有说食物要切碎的原因 是狗狗胃部有强大的消化液 可以有效分解食物 所以我们把食物切成小块 狗狗没有把食物咀嚼均匀 也不用担心哦 毛宝贝的健康 真的是主人们最大的考量 现在流行的趋势 是给狗狗吃鲜食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用刚刚大厨佩提教我们的这道菜 为你们家的毛小孩加菜补充一样哦 除了不要添加调味料之外 像是葡萄 生鸡蛋 还有洋葱这些食物 也不建议给他们吃哦 看了米娅和我一起共享的生日大餐 相信大家一定迫不及待 要帮毛小孩做顿好吃的 手做鲜食料理真的不难 看看米娅满足的样子 身为毛小孩的主人们 为他们手做鲜食 一定会有满满的幸福感啦